妈妈把独生女关在衣橱里生活邻居全吓坏,但所有人已进去全尖叫:"拜托让我住进去!" 不知道正在看这篇文章的网友们,有没有人跟小编我一样是位独生女,或独生子,小时候都只能跟自己玩,无聊到脑子里都只能想东想西,差点就要被闷出病来了。 而接下来要讲的故事主角,同样是一位身为独生女的妈妈。 这位来自美国的妈妈名叫做Laura,从小就没有兄弟姊妹的陪伴,个性也非常害羞内向,最擅长的事情之一就是幻想,常常在脑海中创造出一个专属于自己的世界,并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尽情地玩耍。 后来长大以后,她成为了一位室内设计师,并拥有一段幸福的婚姻,更生下了一位女儿Silvia,而女儿刚好也是位独生女,这也让她因此想起童年那段充满幻想的时光。 我认为孩子们有著神奇的本领,他们可以轻易地颠倒现实,走进一个大多数成年人无法接触的世界,但大多数的成年人早就丧失了这样的能力,必须活在现实世界中,他们是没有想象力的。 Lauren认为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世界是非常重要的,于是她想要尽全力地替Silvia营造这样的环境。 刚好Silvia也是一个充满天马行空想法的女孩,她热爱哈利波特、福尔摩斯和纳尼亚之类故事的人,还十分热爱魔法和一切神秘的幻想。 Lauren突发奇想想到一个好办法,也就是想替女儿打造出一个专属于她的秘密空间,之后她便马上和女儿分享这个主意,没想到Silvia又惊又喜,很快的两人也达成共识,开启了一场创造魔幻空间的改造之旅。 Lauren决定改造出一个秘密空间,先看看下面这一张图,这是还未改造之前的房间示意图,可以清楚看出来,爸爸妈妈所在的主卧室刚好和女儿的房间相邻,而里头刚好有一个内建式的壁橱,正好靠住Silvia房间的一面墙。 最后Lauren决定将主卧里的壁橱油门那边给封死,在另外一边开一扇门,同时在靠近女儿房间墙面的这一边开一个口,之后把女儿房间的衣柜放在这个开口,这样一来,她就可以进到主卧室的壁橱里了。 为了要让这个神秘空间更加美丽,她特地把墙上钉上木板,同时放了椅子,桌子,台灯,还有书。 经过一段时间的改造,梦幻隐秘的衣橱终于诞生了。看看这个空间,是不是真的非常温馨呢? 自从完工的那一天起,Silvia只要有时间就是待在里头,享受一个人的独处时光。 她平时很喜欢在里面安静读书,有时候也会在里面和朋友讲电话,或是用X看一些影片。 也因为这里原本就是个衣橱,所以Laura特别把一部分的空间隔起来,拿来放女儿的衣服。 不过Laura表示,女儿顶多只能再享受三年的时间,因为再长大一点,这个空间对她来说就有点太小了。 但小编认为至少在此刻她可以获得快乐,这样也就足够了,不是吗? 而当女儿不再需要这个空间的时候,Laura计划要把这改造成普通的衣柜。 如今她和丈夫成功只用了很少的预算,就打造出一个专属于女儿的神秘空间,给了她继续做梦的权利。 她说,我们的初衷就是让女儿学会,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找寻到微小的喜悦,更告诉她不是每件事情都一定要寻规刀具。 拥有这样的父母,Silvia真的很幸福啊。 乌乌乌小时候小编我也很喜欢躲在很窄的空间,就连高中的客桌椅之间的距离都要靠很近,所以我特别羡慕这种专属的空间啊。 好想住在里面啊QQ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明镜与点点栏目。